今天的程序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PowerPoint 我們在庭頭會之前 我們都會有一些分享的時間 我們都希望讓對這個事件 有一些切身體會的大英姊妹 都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一些感受和把一些情況 都可以和我們分享 然後我們才會有一個庭頭會的時間 其他程序都會引到大家在大英姊妹 如果是一些早來或者前來的 拿不到的可以試一下 我們現在會報到他們的命令 我和大家今天這個程序的開始 一開始的程序的時候 首先我們請到兩位 對國內的情況都是比較了解的弟兄 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首先David 會和我們分享一下 向賊神家為馬灰 他會跟我們分享一下 可能是幾個方法 David 現在在神機收錄石線的過程 都是用當地的數目的畫面 我們不如先加給David 和我們分享一下 David 會用普通話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不要看 我們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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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晚上的到來和傾聽 因為對於浙江教會而言 我相信你們的關注 和你們的同行 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支持 大家看到這個花花音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像圖片上面有八個字 很少的八個字 大家留意一下 上面寫著說是 利保十架 不計代價 十字架作為基督教的符號 如果說從唐朝 警教的時候開始算 那麼到現在呢 差不多已經將近1400年了 但是1400年後的今天 十字架在中國卻仍然是一個黑部 仍然需要有許多的信徒 可能要用他自己非常大的代價 像這個圖片上說的 要不計代價 這樣非常艱難的 非常艱苦捉絕的 這樣去守護 而且請大家留意的是 這不是一個家庭教會 這是一個三字所謂的 官方教會的 一個被拆的 明明書之家 今年二月份開始 在浙江 可以說是自從2011年 北京守望教會戶外崇拜以來 可能引起全球最大 關注的一個宗教事件 就是發生在浙江呢 到目前為止 具不完全的統計呢 已經超過兩 139間教徒的十字架被拆掉了 大概這個浙江呢 大家看到這個圖片的時候 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圖畫呢 這是一個大的一個 在下一張 大家如果留意到這張圖片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呢 不光光是在溫州被拆 還有一些寧波啊 還有旁邊的周圍的一些城市 杭州啊 紹興啊 雨水等等 再下一張 接下來這張圖片呢 就主要是集中在溫州這一帶 如果大家仔細的去看呢 你們會發現 被拆實際下的教堂 主要是分布在交通幹線的兩旁 省道和國道的兩旁 那個黃色的那兩條線 其實是國道和省道線而已 所以呢 看到這個圖片呢 就不僅會讓人聯想到呢 之前呢 就有一個傳聞說 是有一個高官 他經過浙江 經過那幾條路的時候 看到兩旁 那一些高大的教堂和十字架 他說這到底是黨的天下 還是十字架的天下 這個消息或者這個傳聞 是沒有辦法證實 也沒辦法證明的 但是呢 因為在中國 這樣一個信息不夠透明 或者說媒體 也沒有怎樣一個 自由度的一種情況下呢 所以這樣的傳聞就在那裡發酵 所以各種猜測 各種想法 到底為什麼要拆 這家教會的十字架 所以這是我今天晚上 在大家中間 要分享的一個題目 十字架為什麼要被強拆呢 我今天晚上會從三個方面 跟大家來分享 第一個呢 是從我對教會的一些觀察 當然是非常籠統的 第二個呢 是一些學者的理解 第三個呢 是一個官方的一些的回答 接下來這張文件 一直按下去 謝謝 一直按下去 這一些呢 就是將近大概 二十天之前 在成都 我參加一個 一個來自中國大陸呢 三十多個城市的一些 教會的領袖聚集一堂呢 中間有一個晚上呢 就專門討論這家 三江拆十架的事情 這是我當晚所收集到的言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透過這個晚上的言論呢 我們基本上可以看到一個 目前為止 可能在中國 甚至在香港 有很多的教會 或者弟兄姊妹 他們對浙江或者溫州 發生這個長拆十架 他們的一個答案 或者說一個為什麼 簡單我抽幾個來看 中間呢有的人說 哎呀我一聽到三江被拆的時候 我就死了 這是原話來的 然後呢 他的理由是什麼呢 他說 因為這個大的逼迫 就有大的復興 還有呢 可能他會說 溫州非常世俗化 溫州是一個非常 非常這個 講究 攀比的一個教會 所以把教堂造得大 他就覺得榮耀 他在建教堂 就好像在建巴邊哈 諸如此類這樣的聲音 或者有的說呢 溫州那邊呢 哎呀自稱什麼中國的耶路沙人 實際上呢 他們問題重重 危機重重 所以是上帝的管教領導他們 是恩典切中了他們的要害 溫州教會要悔改 當我聽到這些言論的時候 實際上各位 我們會很容易的 會有一些 可能在香港這邊 可能會很容易 就會覺得說很可笑 或者說很膚淺 怎麼樣 你知道嗎 實際上的觀點和這樣的聲音的人 可能很多 我曾經跟一個信徒在談的時候 他就這樣跟我說 他說 是啊 他說如果 這個 他說我一直覺得說 三家一教堂被拆 或者溫州十家被拆 根本沒有關係 因為那是三支的教堂而已 或者說那本身只是一個違章的教堂而已 等等諸如此類 或者說最普遍的一個觀點說 他說被拆也是好啊 因為這就代表著說 上帝要將恩典和復興臨到中國了 這個邏輯實際上是非常有問題的 因為如果說是因為逼迫和復興 或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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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種打壓和 和教會的復興 並不一定是必然的 如果可以換個等號的話 那麼 伊拉克的教會應該是最出興 或者說 北韓的教會應該是最出興 或者說 有人說溫州教會要回趕 其實誰都要回趕 對不對 用這樣的一種言論來 來評論 浙江教會 溫州教會 我覺得就像是 約伯的三個朋友 這是 一個側面可以讓大家看到 現在的教會呢 可能對 實際上被拆了一個 他們的一個回應 好 下一張請問 謝謝 接下來呢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 有一些學者 他們公開發表的一些言論 在中國人民大學呢 有一位叫何光顧的 一位教授呢 他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他公開 他這樣說 他說 被拆 這個浙江強拆斯基亞的 這個事件呢 有三個違背 違背了這個 這個法治的精神 違背了馬斯瑞宗教官 也違背了一些宗教的條例 他說在中國 無論是哪一條法律裡面 根本找不到一條 要將基督教的這個宗教 好好拆掉的一個條例 即便你說它是違章也好 因為十字架違章 從來沒有一條法律規定過 多長多高 才算是違章呢 中國人民大學呢 中國人民大學呢 在中國大陸呢 常常被稱為是 所謂的第二黨校 但是在第二黨校裡面呢 有這樣的聲音 也是非常特別的 接下來一張影片 謝謝 下一張 下一張呢 是一位叫魏德東 也是在中國人民大學的 一位教授 他在一個 中國大陸的一個 一個微博的平台 就像是一個推特 就像香港你們所使用的一些 網絡的一些通信工具 微博 他在上面有大量的一些討論 浙江被拆失家的事件 大家如果去看的時候 你們會發現呢 他也是站在一個質疑者的角度 我們一起來看 中間呢 他說 這是他討論三江教堂的 他說 拆了這麼大的一個工程 他說去年還是樣板工程 怎麼能夠一拆兩隻呢 我下面寫的時間是4月23日 下午5點 52分 他發了微博 他現在還在 好 下一張 謝謝 所以三江被拆呢 很多人都說他是違章啊 所以當然要拆他啦 但是 沒有問的一個問題是 其實他在之前 他是一個樣板工程來的 在政府的網頁裡面 稱他為樣板工程 好 這裡面呢 他提到說 有一些政調建築應該要對尊重啊 然後還說 提到了一個文件 叫19號文件 還有 他有一個很經典的比喻 他說 憲法現在啊 這個寶藏的基本人權 打得人數太多了 他說 這個三江教堂啊 即便他是違章的 他說這個 這麼大的建筑 你不可能一天造起來 然後要 長時間這樣的違章 這個工程 你們為什麼不去阻止呢 那為什麼造好了之後 你把它拆掉呢 就好像他說 這個經典的比喻說 就像生了一個孩子 你沒有生育指標 難道你把這個孩子給殺了嗎 好 下一張 謝謝 這個是他在回憶寧波有一間教堂 叫下印教堂 也要被拆實假的時候呢 他發表了這樣一段話 他說 人應該是要有一種神聖感 或者一種敬畏感 最後一句話他說 你不要做得太過分 我相信他是對有官官們講的 好 謝謝 下一張 那第三個部分我要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些官方的回答 實假為什麼會遭遇強拆呢 官方的回答他說 實際上他說 我沒有強拆你的實假 他們的回答 基本上可以總結成三句話 第一個呢 叫做三改一拆 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個三改一拆 可能也是聽到最多了 何謂三改一拆 三改一拆就是 浙江省政府呢 他們所做的一個 所謂的改造舊城區啊 舊廠房啊 一些舊的建築啊 或者拆除一些違章建築 再三改一拆 下一張 這一張呢是在 三江教堂被拆之後的 一個 一份浙江日報的一份評論員 他所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 叫做 宗教並不是法外之地 總結成一句話 他說 就是因為你違法 所以我會拆你 我並不是 我並不是 這個來針對基督教 第三個 第三個大家看到的 這一個應該是 國家宗教事務局 他的一個講法 我們今天五月份的時候 從基神劇院呢 我們去到北京去探訪 那邊的神劇院的教會 中間呢我們也去到了 國家宗教事務局 我們 當時呢是國家宗教 事務局的副局長 叫蔣堅永接見我們 蔣堅永接見我們 蔣堅永接見我們的時候呢 中間我們有一個同學 就問到他 關於浙江被拆拆下的事情 就說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那麼這位蔣副局長呢 他的回答呢 就是第一 我們不是針對基督教 他說其實很多的廟堂啊 道觀也被拆了 他說第二呢 他說因為你們違法在先 他說我們是保護合法宗教 是因為違法 所以我們要拆 所以不是針對基督教 他還是用剛才的那個 三感一拆來回答 那麼接下來呢 我會給大家看一些圖片啊 好下一張 謝謝 那為什麼會在溫州 或者說在浙江很多地方 會有很多的一種 他們的一種 一種抗拒 或者說甚至是抗爭呢 是因為呢 他們覺得說三感一拆呢 是一個謊之而已 在他們的感受和他們的觀察當中呢 三感一拆呢 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執法行動 乃是一個本身就是一個違法的 所以呢 他們就打出一個標語說 我們尊重法律 我們也尊重憲法 但是你要拆委也是這樣 你要拿出一些拆除的條例 下一張 下一張呢 大家看到這一個就是 我剛才寫到 魏德東教授所提到的那份文件 叫19號文件 19號文件講什麼呢 19號文件呢 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提出來了 但是到今天為止 仍然是一個中國政府處理宗教問題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來的 就是說 他說已經建成的啊 也不要猜這個過去遺留的問題等等 那就用這個49號的文件 這個下一張圖片 大家看到這張圖片的時候呢 就是武西教堂 就大家剛看到 在第一頁的時候看到那個立寶石家那一張照片 大家會看到這個教堂在開始的時候呢 他們就有各樣大標的一個證書 所以他們是所謂的是一個官方的合法教會 下一張 好 那 接下來的照片呢 大家會看到 再下一張 好 看到這裡 所以 我給大家之所以看這六張圖片呢 是因為你會發現呢 基本上 拆時價呢 都是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發生在網路上 而且是有時候是半夜三更的 所以 所以在浙江的信徒的觀感和觀察裡面 他們會覺得說 三改一拆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執法 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執法 你就光明正大的來拆 為什麼要半夜三更來 再下一張 接下來的圖片呢 再下一張 好 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大家多多少少可以知道 發生了一個流血衝突 這是浙江教會被拆時價的過程當中呢 並不是多見 但是呢 像這樣的一種流血衝突呢 至少已經是發生了好幾起了 那麼 如果說是一個 啊 我們從這些的 這些的圖片裡面 我們反而 我們都可以看到 實際上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執法來的 而且 在浙江教會 我有很多的朋友 他們呢 中間有一些可能被威脅 他說如果說 你還要保你的十字架的話 那麼 可能你某一個親戚的工作就保不住了 你到底要保十字架 還是要保工作呢 有的人可能在政府裡面有一份工作 你要保你的工作還是保十字架呢 有的甚至是連坐 大家知道什麼叫連坐嗎 就是豬連九族啊 就是你的兄弟 或者你兄弟的朋友 或者你的親戚 你的遠方親戚 他都找到他 叫他來勸他 叫他的親戚來勸那個保衛十字架的人說 你不可以再去保衛那個十字架 因為你在保衛的話呢 那麼你那份工作就可能會丟掉了 好 接下來 所以在浙江教會的地方指揮的觀感裡面 他們會覺得說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指法 三改一才 只不過是一個幌子 是用一種非宗教的方法來處理宗教的問題而已 大家看到這一張圖片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溫州的教會 或者浙江的教會呢 他們動用一切可能有的支援的力量來阻擋強拆 他們把石頭堆在自己的教堂的門口 還有一個教堂呢 他就把唯一的一條通往自己教堂的路 被一條橋給拆了 來阻擋這個強拆的廢物 再下一張 這一張圖片呢 是有人在 他們在石家自搭帳篷 就徹夜空挑的在那邊守護 再下一張 到了後期呢 有一些教會呢 就重新把石子架梳理起來 就被拆的石子架 他們把它重新竖起來 不單是重新竖起那個石子架 有的呢 你把我一個拆了 我就把整個教堂四周圍 所有的全部用一些 用一些石子架的旗子全部插起來 好 再下一張 這張照片大家看到的是 被打的一個信徒躺在 在這個上海的醫院裡面 還在那裡救護 我看到這張圖片的時候 我就想到 這個就是當下中國的教會 這個就是當下浙江的教會 是一個受傷的教會 有的人在那裡觀望 有的人可能在那邊指指點點 有的人可能在那裡議論紛紛 但是今天我們要為他們做些什麼 再下一張 這張照片呢 就是信徒當石家倒下來的時候 他們在那邊一起呼氣 再下一張 這是我最後的一個結論 或者說也不是結論的結論 是我自己的一個感受 我覺得教會 特別是基督教會 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裡面 他們已經成為一個 一個非常 一個帶有用 用中國大陸的一句話叫做 正能量的一個公民共同體 無論是在他們的一種社會服務也好 他們在他們自己的一種個人的 道德的生活裡面也好 文化的創造等等方面也好 他們都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民間信仰的共同體的決策 如果政府還是因為這樣的打壓的話呢 我相信這是對於整個公共性的一種傷害 無論從公信力來講 無論從道德上講 也無論從人心上講 甚至也無論是從整個社會的政治上講 我相信政府可能都將承受一個不可預料的 一個巨大的傷害 我們分享到這裏社會員